畫面 第一個大家把中間預設的View 把它Delete掉 那我們重新再來 那重新再來我習慣用那個Design的部分 那Design我講過啦 第一個先用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就是說你要在做 放那個裡面的元件的時候 Witch的時候 你先給它一個版型 那一般我習慣用像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它有分成這個Honironto是水平的 跟那個Vertical是垂直的 一般的話我們布局是由上而下 所以用的比較多應該是Vertical 那如果你有裡面有很多個的話 會配合一個叫Honironto 所以做法上面一 我會先把這個Linear 這個先拖拉 我的習慣是這樣 可以用圖形化工具 放在哪裡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拖拉的時候 這時候不要急著放 你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有一個基本的Layout的上面把它放開 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自動會幫你產生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的話是線性的 不過你怎麼知道有放進來 這邊有個-號 這個有個箭頭 點擊進來 這邊就會跟你講說 你已經放了一個Vertical的Linear Layout 接下來的話我要放一個什麼 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上面的話就是 先放一個什麼呢 類似像這個 一個電話號碼 冒號 電話號碼冒號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一個Linear 一個 一個是Test View 所以我就把那個Test View 拖拉到這裡面 那所以切到VGIS裡面 一個Test View 然後把它 拖拉的時候特別重要 你不要再放這一層 因為如果你放這一層 它會跟Linear是同一層 那我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Linear Layout裡面 所以記得放在Linear Layout裡面 放開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在Linear Layout裡面 又多一個Test 一個Test View 那這個Test View裡面的名稱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假設 叫做TST Show 假設我今天 未來要在這裡面放一些 顯示的文字叫電話號碼 那裡面的文字叫什麼 這邊有個Test 你就把這個名稱打上 什麼電話號碼 冒號 那一樣的方式 就是 給它一個 至少這個ID是將來 我們程式要呼叫 的名稱 那這個是給使用者看到的 一個 一個名稱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電話號碼 冒號 Enter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上面 再來的話更改它的什麼 字的大小 跟字的顏色 比如說我字的大小 大概是30 好了 然後呢 它的那個 顏色改成綠色 不過特別注意 我前面講過了 它的Properties 其實 在2.3版以後 它又切成什麼 經典版跟那個詳細 所以你要怎樣 如果那個屬性沒有 你可能要切到 View All Property 裡面 把它展開來 這個時候的話呢 把它往下拉 拉到哪裡 拉到T開頭的 因為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也不知道什麼 Test Color這邊 如果你要 給它一個 綠色的字的話 那點擊之後 請你選擇Color Color裡面呢 找一個綠色的好了 哪一個綠 其實 反正就一個綠色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它的Size在這裡 Size部分的話呢 特別注意 它預設已經給你很多個Size 我們用30這裡 把它點擊下去 這樣的話就完成電話 冒號了 OK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那後面的話呢 還需要做什麼呢 還需要 總共有13個按鈕 而且要自中 OK 而且不過你會發現 這三個 這邊有三個三個 好像有重複 的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方 一個方式 一一樣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 因為我這個地方 要放三個按鈕 三個按鈕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用Button 假如說你拖拉到這個Layout裡面 你會發現 它會又一個 放上面 你可以把它往下移 一個 再一個 放下來 它又一個 把它移下來 123 再一個 再一個 OK好三個 記得可以上下移動 123 不過你會發現 看這邊 123 它變成怎麼樣 會垂直放 因為我們的版型是 Vertical 是垂直的 所以如果你要 讓它變成水平的話 可能要做一點動作 什麼動作呢 你當然不是說從這邊一直硬拉 你怎麼拉它 都不會是水平的 如果你要拉水平的話 有個方式 就是在利用Layout 裡面的什麼 Honey Rental 水平的嘛 那要放哪裡呢 記得要放在 這個Linear Layout 這一層 然後呢 把它放到 這個 TestView的下面 並且把這三個按鈕 怎麼樣 拖進去 有沒有發現 它三個就會 就把你丟進去了 對不對 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工具還蠻好用的 不然的話 如果你要這樣 如果你要 不用圖形化工具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切到Test 自己打也可以 但是我想應該比較 我問了大部分 10個有9個以上 都是 還是喜歡切到這邊 因為看到這個Test 裡面的程式嘛 頭就暈了 所以 但是其實它是幫你做什麼 其實這個圖形化工具 只是幫你寫 後面的程式而已 OK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那個上面的按鈕叫123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你一樣的動作 你可以把它切到 把這個button 有沒有 每個button 然後它的那個property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切到 比較少的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我不需要這麼多 那這個第一個按鈕 我希望要 B01好了 OK B01 全形 這個bug 這個叫bug吧 這個怪怪的東西 每次都會幫你切全形 所以要特別注意 B01 然後上面的Test 是1 這邊的話呢 就把Test這個屬性 輸入1 好 那這個是比較少的屬性裡面 我們已經變更了這兩個 那另外我還需要一個什麼呢 寬度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大概縮小多少 我之前是把它縮大概50啦 不過你這樣一拉看不出多少 所以你可以 再切到那個比較完整的property 裡面的什麼呢 它有一個那個寬度 寬度就是那個WISE WISE這個 不過我看看是不是沒有點 WISE的屬性 這個你可以直接輸入50就可以 50 S 我看這 這個WISE沒辦法 SP 給它一個單位 輸入一個SP Enter 讓它 完 就是呢 做一個這個0 然後另外 兩個 其實如果你要做一樣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用一個方式 乾脆 把這個Delete掉 這個Delete掉 然後呢 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複製 兩個 改它的名稱跟改 因為你不用再調其他 你只要調什麼 調它的那個上 把它切回 比較少的 B01等一下複製一個 把它變成 Ctrl鍵按住 特別說要怎麼複製比較快 這有個訣竅 Ctrl鍵按住 再拖拉 放開 就是意思就是什麼 複製的意思 不過前提記得 前提記得要 Ctrl鍵按住 把它往下拉 這個的名稱呢 叫 B02 Enter 然後上面顯示的不是1 是2 Enter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2 寬度不對的話 寬度這個 可能就是在自己再把它調一下 其實理論上複製應該 它的WISE 它的那個WISE 應該 應該會 幫你去調 調一下 不過那個應該是 不過這個WISE 應該是 更正一下 不是這邊調 這個取消一下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Layout的WISE才對 所以是 記得調這邊一下 預設是那個 那個 Rap 那個 Content 就把它改成 50 SP Enter一下 OK 還是單位 是DP嗎 Layout 我看一下這邊如果這樣 調一下 這個沒動 OK 好 切到這邊來看一下 或者有時候 WISE 是 其實這邊也可以改 我確定一下 因為 或者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的那個 屬性 對啊 是Layout的 那個WISE 不好意思我是DP 那 OK好 沒關係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就是 記得啦 這個應該不是那個WISE的 那個屬性 是那個 Layout Layout 所以 調一下 反正一個 兩個 然後第三個一樣 所以再複製一個 那一樣的動作呢 再把它改成三 那我們這樣就一排了 可是呢 我等一下還有好幾個 那怎麼辦呢 等一下我再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 先試做看 注意喔 那個複製的方法 就按Ctrl鍵 比如說我 12 再來就三 剛剛的問題 其實是出在哪裡 後來我發現 它這個地方 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什麼 Layout 的一個Wade 很奇怪 這拖拉過來的 放開 Ctrl鍵 多一個把它往下拉 因為我這個是要變成是 B03好了 這B03 然後上面要顯示 Test是3 但是你會發現它這邊多一個這個屬性 舊版沒有這個東西 奇怪 把這個刪掉之後 按Dlicer 然後呢 這個50 就正常了 有沒有發現 主要是這個干擾 這東西 所以我說它每一個版本 都會來一個小小的bug 每一次都會給你意外的驚喜 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個版本 它又會不一樣 不一樣 你就是 好像要腦筋 急轉彎 你本來會的 你又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環境 所以 工程師永遠在適應新環境 所以你要 以後如果你要重新這個行業 你要 適應就是說 改變是正常的 不改變才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所以已經 學會了 什麼東西 也許你現在學的 以後 出了社會 出了社會之後 又 重新又不 但是你 即便它變 但是你不要變就好了 以不 以不變 這其實是一種哲學 不過這我覺得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其實改這個 Layout的 那個Wise Wise 這個可以 可以把它改成那個50 那這樣就OK了 好了之後的話 那再來 其實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橫向 對不對 不過呢 第一個橫向之後的話 你要講 還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它的 置中方式 我希望放中間 那怎麼樣放中間 因為這三個按鈕 是跟它 是用 這個Linear Layout 來排的 所以特別之外 請你點這個Linear Layout 之後 把這個版型往上拉 因為它的高度 會是整個站 因為是什麼呢 它是 等於是那個什麼 Match parent 高度是Match parent 所以呢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 Rap Content 就是讓它 適應這個 按鈕的寬 那第一個部分 請你往上 Pose把這個改一下 它的Linear Layout的 高度 設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置中方式 我希望這三個按鈕 放在正中央的話 特別說 這裡面還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 往下拉它去開頭 這個 Gravity 這個 這個屬性 你把它展開來 它是藏在這裡 裡面有一個什麼 置中方式 你就找到 Center就可以了 Center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幫你把它放中間了 有沒有 所以 裡面有蠻多的器官 當然如果你 不用這些工具 凸清化工具 也可以自己在這邊打 打哪裡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把這個 這個屬性加上去 那你 一般你也可以自己加上去 OK啦 沒有問題 只是說 我覺得 凸清化 畢竟還是比較 容易 比較直覺 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還有總共 另外 我們還需要總共 幾排呢 12345 5啦 給假設5個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按住不要放 往上拖拉 放開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它又多一個 不過它的那個 高是跑掉了 我 之前的做法 把它複製 Ctrl鍵按住 然後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上層的 這個 這個Layout 把它放開 哎 那理論上應該會再多一個橫向 因為其他的那個 排版方式 我看一下它是不是會 把它蓋住了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複製一樣的東西 才對 這個 OK 或者是說還有另外的方法 不然就是把什麼 這邊的 這個Layout 頭到尾 中間這一串 怎麼樣 複製貼過去 不過可能難度比較高一些 我想 各位先試一下 到這邊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底下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特別注意就是它那個複製一個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一個複製 複製上去的話 拖拉到這裡 按Ctrl鍵 那它會蓋住 主要原因是這個 這個 這個圓 拖拉出來上面這個新的 它會把它變成 它的那個Layout 有沒有 它的高的Layout 它會變成Match parent 就是Match parent指的是它外面那個Layout 所以會跟它的那個 附層一樣高 所以會造成什麼呢 太高 所以怎麼樣 你把它改一下 改哪一個呢 Rap Rap就是折行的意思 根據裡面的東西去做那個什麼 高度設定 比如說裡面的按鈕就這麼高 它會根據裡面的按鈕 去做什麼 去做折行 OK 這樣OK了 那再來你怎麼辦呢 把它拖拉下來 拉到下面就OK了 所以其實大概就這些小小訣竅 把它了解一下 那再來分別怎麼樣去改其他的東西 那我剛剛改了幾個 把重點 1這個是B01 然後 這個是 裡面的文字1 然後 B02 一直類推 到B09 這個是B10 這個B00 反正這個邏輯如果規則你 你自己可以改了 只是最後你要知道說 哪一個按鈕對應到哪一個 這個事件 不要對應錯了 那這個的話是緊 把它改一下 那清除的話是 我是把後面兩個按鈕 Delete掉 然後呢 Delete掉之後的話 把它改 Clear 然後清除 寬度的話呢 大概把它改成 150 不過我發現它還是會產生一個那個 Layout的那個 Wate 那個Delete掉就OK了 那個屬性的話 如果不需要 它就不會干擾 那個Wate Tester 理論上一般是指的是那個 匡線的粗細 我在想說因為那個匡線粗細影響 那不要 就OK了 好那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的V 就建好了 OK 那當然最後 細節 我是建議啦 這個是一個階段 也許將來 你可以再切到Tester 裡面可以參照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你要 比較快的建立 有時候可以 把其他的版型 拿來套用 改一改 改的方法最快 其實在這邊 Tester 改 其實也蠻快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建好了 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來看一下 C的部分 C的部分的話 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它跟V是對應的關係 那也就是說 如果將來 我在畫面上按一下它 所以按的地方 要建一個Listener 有沒有Listener 就像那個Hello World裡面 B01.set OnClick的時候 有一個Listener 那個Listener就是幫我請聽 就是在那邊Standby 看有沒有按下去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呢 去處理那個OnClick 會產生一個方法 你就把程式寫在裡面就可以 那實際上 我們是 按下它應該做什麼 變更它 裡面呢 原來 比如說原來有一個 電話碼預設的 冒號碼 如果加一個1 那你這個說什麼 要先把這裡面呢 裡面擁有的字 先抓出來 所以要把裡面的字抓出來 也要控制它嘛 所以 一樣要 那 變更它是Set 取得裡面的資料是Get 所以有個GetTest 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之後 然後呢 在它的後面放個什麼 放個1之後 再把它塞回去 所以是Get 取得之後 然後呢 再把它Set回去 再加一個1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我們 等一下要做的是 按下它 變更上面的東西 這個跟HelloWord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呢 我們這邊不是像HelloWord只有一個按鈕 那我們這邊有這麼多按鈕 那其實這麼多按鈕 其實很簡單 我的習慣是 反正你 做好一個之後 其他用複製貼上就好了 改一下 改一下關鍵的地方 其他的按鈕都做完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比較會有問題 應該是清除而已 清除跟上面不一樣 其實上面的 12個按鈕 那個事件做法一模一樣 所以就可以call 那清除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樣 先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扣掉最後一個 就是它的邏輯 那至於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這個 這個 Main Attivity 裡面 做程式撰寫 那撰寫的方法 不外乎也是123 1宣告 宣告什麼呢 宣告畫面上面可能會被用到的 元件 因為你將來要把它實體化 放在記憶體裡面才可以控制它 所以前面有講過 好了我的 也許你可以 大概稍微再 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實作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請